一天一短文 陪您度过好时光 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 今天要为您读的是 我向林贵珍老师邀稿 他在脸书上所发表的一篇短文 题目是快乐科 下午回诊 跟之前帮我开刀的主治医师聊天 说到我偶尔会精神不济 不爱出门 他幽默地说 看来我要帮你挂号 可不知道我们医院 有没有快乐科哦 亲爱的 看看儿子 帮拍的我们这张外婆 和即将参加今年高中会考的 小外孙女合影 儿子的标题很幽默 会考在即 林老师付出面授积怡 亲爱的 可不是吗 快乐科 就是有人笔手画脚说 也要有人会心微笑听 且不管彼此的真真假假呀 亲爱的 与其挂号快乐科 何妨读读这一段话 18岁的你漂亮 不是你漂亮 是18岁漂亮 30岁的你漂亮 不是30岁漂亮 是你很漂亮 60、70岁的你依然很漂亮 不是60岁70岁漂亮 也不是你漂亮 而是因为你活得漂亮 永远记住 生的漂亮是优势 活的漂亮才是本事 一日神作者影帝说 一日喜一日怒 一日甜一日苦 创造神破坏神保护神 谁能摆脱这些神 他们是一面天罗地网 喜怒哀乐伤身 我只要平心静气过日子 请多派鼓励神 幸运神 快乐神光临吧 哦亲爱的医生 你没有办法帮我挂快乐科 是真的 快乐科只有自己能挂 年轻的时候走出去 年老的时候走回来 快乐就在你我各自的微味里吧 如果您还喜欢这样的短文 请到我们影片下方 所连结的粉专 按赞订阅及留言 或帮我们转贴与分享 您的支持 是我们制作每一支影片的动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